前一天被當庭釋放 回家睡不到幾個小時 李彥廷週三上午七點多 一大早走出住家 似乎要在十點開機押亭之前 先跟律師殺盤退演 進入法庭後同一時間 一封名為李彥廷 對於蘇丹宏事件相關事實 澄清新聞稿隨即流出 開頭直接說 多家不同公司 設在同一個地址是商業常態 承認旗下有多間公司 但與頂級貿易並無關聯 生產的辣椒粉被查出有蘇丹宏 只有四到八的PPB 事實一分之一相當微量 不知道如何感染 竭力撇清 還推給蘇丹四號 常因位置異構體干擾 產生的陽性反應 產地出產是有色塑膠袋 他們使用是原型白色編織袋 不排除有非人為二次污染可能性 最後才提到 事件造成大眾社會不安 至上深深謙疑 這三問題是要 要面對科學的數據 如果是一百萬公斤 百萬公斤裡面的一公克 那是不是故意參查 我們就尊重檢查的調查 因為塑膠袋而造成的 我是覺得蠻牽強的 我們不同意這種說法 公司律師同聲喊冤 把矛頭指向 可能是辣椒粉被污染 立刻被食藥署打臉 招來的辯護律師大有來頭 曾任高雄地方法院法官兼庭長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法官 之後轉任律師 對於商務稅務關稅相當熟人 上面有特別指名說 你看有寫偽造 罷韓團體發起罷免韓國瑜 臨時猛接受委任 到高雄地檢署安寧控告 這次再次接受李彥廷委任 三月一號才跟他的那個老婆離婚 是為了什麼 是不要問啦 對不起他今天 那有外界質疑說 為了要投產 那你覺得 這不需要回答 這不需要回答 李彥廷登記掛名公司 進口毒辣椒粉 遍及全台 被檢調約談後 找這名律師幫忙提審辯護 還發聲明喊冤使用的是很微量 但還是被收押禁見 就等檢警釐清藍龍去脈 三星藍部綜合報導